沒有合適啦 我以為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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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連任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職日 好心情藏不住 主動要求換POSE 要局處手掌放輕鬆 但宣誓時得嚴肅 不接受賄賂 如為誓言 厭受最嚴厲之處罰 宣誓完再深深一舉功 感謝新北市民給機會 只是致詞這番話亦有所指 我要推動新的三民主義 變民 立民 愛民 好好的在努力 我相信我們新北市的團隊 各個接棒的都是人才 我有信心 強調未來四年持續推動 公托 設宅 建構三重新裝板橋 微笑線 但人才 接棒也被解讀 是不是放眼2024 尋找交棒人選 我已經規劃到203年 未來還會規劃到2050 這都是我們現階段 該做的事 四年會做好做慢慢 我現在認真努力 呵呵這事情 為國為民努力做事 會不會做完四年 侯友宜老話一句 但想要在黨內出現 恐怕還有難關 畢竟戰鬥欄領袖 趙少康不只力挺郭台銘 還認為總統初選 應該要三成黨員投票 而非全民調 政治的一些理論 以及他想做事的態度 我都非常的感動 一起努力合作 呵呵這事情 趙少康兄加油 要不要角逐大位 依舊沒說死 而新北市議長蔣更煌 副議長陳鴻源連任成功 傳出就是侯友宜出馬勸退 任何做到了 但任期能不能坐滿 備受關注 三零新聞 解雄期監獄林 魏文生新北報導